北區這家主推個頭比一般 小籠包還大的大籠包店家 是四十多年前 一名山東籍空軍退伍軍人開創的 每天手工現做 用料新鮮 其次呢 他做得非常紮實 第二代老闆每天凌晨三點半開始 就帶著一家人和麵 打麵糰 掐劑子 擀麵皮 捏包子 我們是用老麵做的 所以說它的皮 會比外面湯包的皮稍微厚一點 它的蔥跟薑還有調味料 要搭配的比例要剛剛好 豆漿也堅持夜裡洗泡黃豆 靜置八小時 凌晨現磨 展現豆香濃郁的好味道 台灣牛肉麵有川鄉 廣善 北方 西北等派系 這碗清燉牛肉麵 不但有眷村第二代 對奶奶手作麵點的回憶 還加入了創新手法 不僅牛肉鮮嫩 湯頭還有蔬果味 其實它的工序會有三個鍋子 中間那個鍋子來講 就是放蔬果 蘋果 洋蔥 就是在熬製 起碼隨便都熬五六個小時 那個肉才會軟爛 手感現做的金餅 也是人氣必點 不僅如宿者可食用 像包肉或者是包小菜 全隨顧客意願 這盤南京桂花鹹水鴨片 其實出自六十年台式麵包店 店家在姻緣際會下 跟眷村鄰居學了好手藝 鴨汁都是挑選五到七斤重 足六十天的鴨 還得經過抹鹽 浸泡 靜置等工序 靜置冰箱最主要的功能就是 入味以及保存 加了桂花醬它比較不會色 鴨汁獨特就連延伸產品 鹵鴨蛋 鹵鴨翅也都很叫做 靖新聞綜合報導 下載靖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